我出國前的一定會換的錢包 再也不用擔心會有發霉的問題了 因為我覺得好像蠻多人會忘記帶這個東西 就是可以讓你的行李空間變大 哈囉大家好我是Bone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出國前我一定會去保亞買個食用小物 因為剛好我下個禮拜要去韓國 時隔了三年吧 好久沒有出國了非常興奮 然後我在前幾天已經去保亞大肆採購一番 所以我想說拍這支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出國前大家可以去保亞買哪一些東西 這樣子在出國的時候會更加的方便這樣子 好那假如說對我的保亞必買的出國小物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我出國前一定會換的錢包 就是這個拉鍊收納袋 長得非常的平凡無奇對不對 但它真的好好用喔 因為你們可以看一下它非常的輕 然後體積是很扁的 所以不太會占到你包包的空間 然後它的長度寬度夠 所以你要放下各國的紙鈔都可以 就是你去任何國家用都非常的實用 像是我們要放1000塊台幣啊 或是放美金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放得下護照 因為我們在國外買東西呢 護照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要退稅嘛 所以呢當我們要買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付錢 付完錢拿出護照 這樣子一次完成超級方便 所有重要的東西你都可以放在裡面 就是非常的實用 而且它這個很便宜 我記得好像只要幾十塊吧 我自己身邊就是有還蠻多格的 很推薦大家就是出國前可以換成像這樣 你的錢包超級方便 第二樣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可以讓你的行李空間變大 然後買更多東西裝 更多東西的實用小物 就是這個手捲式的收納袋 那以往的收納袋是需要用吸塵器 去把空氣吸出來嘛 但是這個完全不用 它就是用手捲的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是我在包壓買的 我覺得這兩個牌子用起來是差不多的 然後他們都非常的便宜 我之前有買過就是比較貴的 但是我發現貴的好像也沒有特別的好用 就是它的袋子比較厚一點而已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買便宜的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收納袋它就是有分S、M、L 我建議大家可以買像這樣 三個一組的 我覺得會比較方便 然後這兩個牌子我覺得 就都可以啦 用起來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因為像是出國假如說 你要帶羽人外套或是毛衣 這些比較膨的衣服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放到你的洗衣箱裡面 是很佔空間的 但假如說你有這種手捲式的收納袋 它大概就可以減少50%的體積吧 像是我這件外套還沒捲之前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厚厚的對不對 但是現在呢 我把它放進這個收納袋裡面給你們看 放進去之後呢 你就是 放進去之後呢 就是這樣子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 你可以再檢查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 上面這個地方有沒有壓緊 都有壓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從上面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會發現它的氣有沒有 從下面噴出來了 然後我就這樣 有沒有 就是它在泄氣 當你泄完氣之後呢 它就會像這樣子 扁扁的 所以你就可以疊好幾件外套 或是毛衣都沒有問題 像這種手捲式的收納袋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嘛 又或者是說 你在國外買比較多衣服的話 你也是通通放進收納袋裡面 捲一捲空間就會出來了 在這邊提醒大家 就當你們第一次用的時候 會發現那個氣比較不好跑出來 但是當你疏通之後 它就會非常的好捲了 這個呢 真的是大家出國必備 然後這個都非常的便宜 就大家有去保養的話呢 可以看一下 分享完了手捲式收納袋之後呢 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分隔的收納袋 這個呢 我覺得也非常好 但是這個呢 大家不一定要再保養買 因為保養賣得比較貴 蝦皮上面就是價格是比較便宜的 像這種行李袋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是 每個人都要有 因為假如說你的行李打開 就是非常的簡單 那你就不需要 但假如說你跟我一樣 行李箱是比較複雜 會有藥啊 會有化妝品啊 然後衣服也帶很多的朋友 那我就會建議 你準備像這樣的行李袋做分類 這樣你打開行李箱的時候 才可以比較快速 精準找到你要的東西 就會比較省時間這樣子 那他們像這種 七件事一組的 像這個你就可以拿來 放衣服放T恤 選好之後放在裡面 就可以很快速 找到你要的衣服 然後各種尺寸的啊 就都有 然後還有像這樣的 拉鍊帶 束口袋都有 就是你可以依照不同的功用 放在不同的袋子裡面 因為像是我藥品類的 絕對會放成一袋 你知道出國就是需要帶藥 什麼泡枕藥啊 然後胃藥啊 然後頭痛藥啊 感冒藥什麼的 就很多藥 通常我就會放在這裡面 所以這個行李袋 真的是看大家 平常帶行李的習慣 假如說東西真的很多 你還是準備一下這個 真的會比較方便 第三個呢 要跟大家推薦的 食用小屋呢 是我這次去逛寶雅 才發現的就是這個 免洗浴巾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 出去玩都會帶浴巾的人 我覺得比較衛生嘛 然後帶久之後 你就會發現浴巾真的很重 很佔體積 然後你又要害怕說 退房那天沒有乾 很怕他變臭 就是很多問題 但是有這個免洗浴巾 真的是所有問題都不見了 我買了兩個牌子 一個是樂品他們家對吧 樂品就是之前出洗臉精的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 我沒看過牌子 但我想說都一起買回來 那這兩個材質呢 我覺得摸起來是 樂品的好像會再軟 然後再柔一點點 但是就看大家需求 因為像這個 他就是一個大浴巾而已 但是樂品他們家 就是有一大一小 那我就拆他們家的給你們看 這是我妹的 我先把他頭拆開來 他們家呢 就是做像這樣 洗臉精的後板加大板 但他其實整體摸起來 是非常的薄 然後材質我覺得 碰上臉 也不會有粗糙的感覺 就是真的還蠻方便的 那像這種拋棄式的 我覺得就很適合 帶去海邊啊 或是露營用 就會非常的方便 然後又很衛生 所以假如說你跟我一樣 就是習慣性 就使用自己浴巾的朋友 就是很推薦大家 可以去買像這樣子的拋棄式 而且它上面是說它是可以自然分解的 就是應該還蠻環保的 第四樣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出國除了會帶我的電動牙刷以外 我一定會帶的東西 就是這個 牙線棒 我覺得牙線棒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假如說你今天出國 然後吃了肉吃了菜 卡在牙縫裡面 沒有牙線棒 你絕對會超級痛苦 你就沒有辦法專心逛街 沒有辦法專心講話 你就會一直想到你的牙齒裡面 有一個東西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可以去買像這樣子 包裝的牙線棒 然後建議大家一定要買雙線 雙線的話 它就是中間有兩條線 你在刮肉下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比較好刮肉 放在包包裡面 就是非常方便又很衛生 這個就是出國一定要帶牙包 不要忘記 因為我覺得好像蠻多人 會忘記帶這個東西 所以就想說 放在這支影片裡面 提醒大家一定要帶牙線棒 牙線棒真的很重要 接下來這兩樣東西 就是美妝品的部分 因為身為美妝布勒克 一定要來分享一下 那在以前我出國都會帶美妝蛋 但是帶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整天都會提心吊膽 很怕就是放在飯店 它自己會發霉 因為你沒有辦法預想到 它什麼時間 什麼時刻會發霉 所以每次都覺得好煩喔 但是自從用了SOLONE 他們家舒芙蕾粉撲之後 你再也不用擔心會有發霉的問題了 因為它是乾用 你完全不用沾濕 它真的非常的方便 它乾用就可以把底妝推得 就是很均勻很漂亮 然後連續用個幾天都沒有關係 因為它一樣可以推得均勻 所以這個我真的是很推薦大家 出國可以去保養買一下 我拆開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我的臀部 拆開來之後它裡面就是長這樣子 我這個粉撲是加大版的 就一般版的跟加大版 我自己是比較推薦加大版的 因為加大版的整個尺寸 才是比較剛好的 你的手才可以三隻拇指都伸進去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你看處理眼角 然後整個臉的面積這樣 都可以處理得非常好 很快速就可以拍出一個很服貼的底妝 而且它是乾用的 真的是不用擔心發霉 另外它還有附一個收納盒 所以你帶出國真的是超級方便 最後一樣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卸妝好物 就是KISS ME的睫毛卸處理 這個我大概已經介紹過10次了吧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很方便 為什麼會特別拿它出來說呢 是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出國 都是帶卸妝巾 因為卸妝巾比較方便嘛 你就一張紙然後擦一擦就可以卸掉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當你的眉毛卸掉 底妝卸掉 唇彩卸掉 但是你的睫毛 通常還是在那邊屹立不了 非常難卸 因為相信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吧 都是用那種 非常抗油抗汗 抗暈染的睫毛膏 那通常呢 那種睫毛膏都會非常難卸 這時候你就帶KISS ME 他們家的睫毛卸處理 輕輕鬆鬆就可以把睫毛卸掉 而且呢最重要是它完全不佔空間 它就是跟你的睫毛膏一樣的大小 所以你帶出國呢 就會非常的方便 很快速的把你的睫毛處理掉 所以我真的覺得出國 一定要戴這個好不好 眼唇卸妝衣可以不用戴 但是睫毛卸處理 絕對不能戴 這個非常推薦 好等一下呢就是這次呢 我在包牙買的出國必帶的 食用小物們 然後呢我非常的好奇 就是有沒有人跟我要換成 像這樣子的錢包 因為我真的很少看到有人分享這個 有的話歡迎留言跟我說一下 讓我知道我不孤單 就是同好會的部分 這個真的很方便 你們出國一定要戴這個好不好 好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都會有幫助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咱們就能不能戴小吃 我們下支影片 跟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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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